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A 今天上的那一期視頻 是6塊錢的炸雞腿吧 網友推薦的喔 大家可以多推薦給我 裡面有一條非常有趣的一個網友 他給我一個回覆 他說什麼呢 還好好也沒有被騙去柬埔寨 我有這麼傻嗎 我看起來 就騙去柬埔寨 柬埔寨現在這個新聞喔 天啊 我天天都在看柬埔寨這個新聞 太恐怖了 柬埔寨 今天這期的內容的話 一樣就是吃飯的日常啦 好 買菜吃飯 來一點 拿一點大米 這個 幫我裝40塊錢的 40 這種啊 我都在他們家買這種 4塊錢 一斤500克的這種米 然後呢 這個比 就是袋中的一袋10斤 然後 合一斤4塊錢那種好吃多啦 這個確實不錯 買個蔥 拿兩個蔥吧 來一個娃娃菜 一塊五一斤啊 行吧 那就這一個吧 花甲 這個是幾塊錢的 10塊錢的是不是 這個13 這13的啊 這個更大一點對吧 那我要這種的 我等我自己自己來吧 有蝦子呢 這個好大 貝殼花甲 花甲是要大的 大的是13塊錢一斤 我買了15塊錢的 然後這個是鮮活的蝦子 7隻 一隻大概合兩塊吧 差不多鮮活的蝦子是35塊錢一斤的 然後 買了13塊錢人民幣的 泡一下粉絲 然後這個扇貝燒洗一下 買回來的這個花甲也得洗一下 有點像是台灣的蛤蟆 這是昨天買的秋葵啊 昨天沒做 這個也得洗一下 一下秋葵 來說 有的人是說要用燙的 但是我這個花甲我都會用蒸的 用蒸的把它蒸開 把它蒸熟 把這個開了的先夾起來 底下的有的沒熟 哇 你看這個肉超肥 是不是 超肥 把這個裝盤啊 燙熟了 等一下就直接調個醬 然後沾醬吃就好了 運氣不錯哦 選了這些花甲全部都弄開了 你看超肥 很飽滿對吧 準備煎個蝦子啊 煎蝦子 蝦子得稍微處理一下 得把它清潔一下 然後把該撿的地方撿一撿 反正我不是美食頻道啦 就是 做著玩的 好 然後倒一點油下去吧 加點蒜 再放點辣椒 外面啊 煎啊 我是覺得讓它出一點蝦油 這樣子會比較香一點啊 再加這個蛋貝 再加一點這個 四川的皮餡豆瓣 加一點點就好了 這是白胡椒啊 加一點點水啊 蝦子 這個粉絲裡面來 剛不是泡過水了嘛 對吧 砂鍋哦 有的砂鍋它容易 容易裂 所以呢 基本上我都會再 額外再多加一點點水進去 然後 蓋蓋子 燜起來煮 現在好了要做的這個是 辣炒花甲 然後呢 料都備的差不多啦 這個等這個 鍋子燒開 燒熱 我先把這個 辣椒跟那個 蒜頭先放進來 這個比較吃油啦 所以我會多加一點油 加一點花椒 再加一點這個 洋蔥啊 加一些皮餡豆瓣 加這些 大概一小勺吧 然後呢 蠔油 加一點蠔油啊 加一點蔥花啦 然後這是剛剛蒸熟的這個花甲 因為這些都熟了 所以就簡單翻炒一下 然後現在呢 再做一個調味 白胡椒粉 這是辣椒粉 去腥的啊 OK啦 這是今天的晚餐 這個是 甜王西瓜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辣炒花甲 粉絲蝦吧 昨天的菜沒吃完 然後再加一點這個 娃娃菜再炒一下 這個是秋葵 常常看花甲 自己弄的花甲 這是 花甲 貝殼啦 花甲 味道差不多啦 這是炒的這個蔬菜 我比較期待是這道菜比較會好吃啦 這個是 蒸的這個秋葵 因為我 應該是第一次做 還行 還行 聽說秋葵是比較養味的 吃蝦子 但我有時候吃蝦子 我很變態 我基本上 整隻都要把它吃完 就是 含殼把它吃掉 所以在我吃蝦子之前 先弄一點粉絲 還行 味道不會太鹹 沒什麼 沒什麼鹹味 這蝦子啦 變態吧 總結一下吧 其實我做飯的 做的那些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網上看菜譜的 然後簡單的就弄一下 都是弄一些比較家常的一些 飯菜吧 比較簡單一點啦 那你如果是說像是這種餐廳那種 那個工序比較繁瑣的 或者是要油炸的 要用大鍋子的這種的話呢 我可能一般來說 我都不會做的 因為如果是要炸的話 要用掉好多油 我覺得 沒有必要要吃這個的話 不如就出去外面吃啦 前兩天我看到有網友 在評論區跟我留言喔 他說他不相信我會做飯等等 想跟大家說其實呢 我確實 也不稱不上會做飯吧 就是有這個興趣 然後呢 我大概是從我大學 去交換學生的時候 大概是22歲左右吧 那我去法國遊學那段時間呢 我就開始不怕拿刀子啦 然後後來在北京這邊 我不是也開了水果店嗎 水果的一些切還是什麼的 我基本上我也會簡單的弄一下 那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後續的話 我會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錄製的 做飯的 這些相關視頻的這些數據啦 要是數據不太好的話 要是自己做飯 吃飯這個數據不太好的話呢 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點麻煩 那拍這個視頻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出去外面 玩啊或者是說買回來 買來吃這種感覺會比較方便一點 歡迎大家跟我留言互動一下 看這個感覺這個拍的怎麼樣子 或者是建議一下 有什麼拍攝手法 然後呢我都會思考一下 好吧 那這期視頻的話 好A就簡單的錄製到這邊 喜歡好A的小班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那你如果還想看到我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我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福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掰掰 掰掰